ORC 請準備 大家好,我是PM5 這個專案是由Sovetit在遠端發起跟完成今天的進度 今天因為他沒有來會場,所以由我來代替他發表 這個專案是這樣 最近臉書上掀起了一句話的熱潮 就是一句話復全大賽 或是一句話惹腦前端或端工程師 什麼什麼的 一句話惹腦什麼什麼的 一句話惹腦資料科學家也許可以成立這個活動 那就會有大家上來貼說 怎麼樣的一句話 像這個唯利就是 怎麼樣的一句話裡面表現出了怎麼樣的復全的意思 然後底下就會有人開始討論這裡面到底是什麼 那有的人覺得有,有的人沒有 有的人覺得沒有 那就開啟一個對話的可能 所以就會有很多人提各式各樣的話上來 然後有的人其實就是 就是羈押了很久 所以就跑上來一直發文 一直討論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活動就很受歡迎 總共有 三萬七千個人已經 三千七百 三千七百個人 講錯 加入,然後有很長很長的討論 跟很多很多的發文 那既然有很多人來參加的話 我們當然就希望知道哪句話是最多人按讚的 然後哪些人覺得哪句話是最 表現出最強烈的復全意識的 可是在臉書上的介面就很難看得出來 所以SoID今天做的事情就是 它做好的工具程式 可以把這個活動裡面的每一個發文都抓下來 並且把它們 Like 書 就是按讚的那個數目全部都列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到千十名 一句話負拳大賽的千十名到底是哪些 那底下就是抓出來的 sample 所以這是今天下午2點40分抓到的例子 所以我就大概念兩三個 第一名是朱里夫人 因為朱里的原名是瑪莉 瑪莉她的姓很長 所以我記不起來 但是我們都叫她朱里夫人 因為是個波蘭語的名字 我真的想要記得 但是記不起來 所以像這樣的稱為其實就是冠福姓的意思 就是裡面帶有父權的意識 然後第二個是西蒙波瓦不就是個打網球的 就是把西蒙波瓦跟薩拉波瓦搞混 然後一句話惹怒了 帶有父權的意識 惹怒了女性主義則 並且惹怒了網球迷這樣 那今天的成果就是這樣 然後程式是也MIT License釋出的 然後也歡迎大家拿去用 去抓自己想要抓的活動裡面的資料 或者是Songpool Groupcast 謝謝大家 謝謝